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很抱歉,因為上周做了另一個系列 沒注意到韓版月光也更新了 快來看看韓版不可5.2有什麼重點內容吧 新增兩個職業二轉 這邊跟我之前提到的有所誤差 本來以為是生活技能的二轉 結果居然是攻擊項的全職業共通二轉 分別為探險家跟商人 感謝韓版玩家也有分享技能展示 但因為本次官方沒有針對技能的數值做分享 強度方面只能等之後的更新或者台版了 裝備升級系統 可以將T4或者T5的裝備做進階的系統 能繼承裝備上的元屬性 針對不同的裝備有不同的進階方向 某方面來說是方便玩家將原有裝備再利用 而不再只是強化繼承用 但這遊戲的素材獲取依舊又乾又克 從來不是快樂在玩遊戲 真的還不如去登大廊當外鄉人 總不缺席的裝備造型 第一套火神的眼淚 穿上去正義感加100 第二套工具人的眼淚 展現身為工具人的氣勢 第三套打怪掉落獲得 樸石烏花沒什麼特別的 畢竟這就是免費的代價 另外武器格西也都傳BENBEN 身為一個汽車維修員 隨身帶著一個反手也是很合理的 職業平衡 煉金數字在本次完全沒有改動 真的很意外 這原本的大隱藏在二轉後強勢登場 因為我只玩雕刻師跟弓箭手 其他職業沒有很熟 所以提到的各項技能改動說明 是沿用之前的翻譯內容 請依照遊戲內的最後實際說明為準 本次的技能平衡都是往攻擊方面增加 法師方面增加一些控制技能 相對來說在PK上會更有優勢 另外項目 塔姆林新增會賣雜物的商人 新增全伺服器排行榜 這種可以刺激課金大佬的興奮技 居然現在才出現 會依據在不同項的排名 給予外觀以及能力獎勵 不過看起來很像什麼蒼蠅蚊子在身邊繞就是了 可惜外服現在都只剩下一個伺服器 瑞凡你真的沒機會了 並有機會換皮再來的話 記得把握好嗎 其他還有像是調整神話裝備的能力 跟公會戰獎勵之類 以上就是本次更新的內容了 有朋友是最近才加入月光這款遊戲 最好要有可能會挺運的心理準備 畢竟現階段看起來並不樂觀 課金前建議多想一下 當然如果你沒有那麼在意的話 就開心玩就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就拍照 大家可以吃加快 1000人 喔 2 6 4